午饭和晚饭的时候,孩子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饭,让他有更多食物选择。 饭餐里最好有一些孩子习惯吃的食物,这样家长就不用担心他因不愿吃而吃不饱了。 孩子跟家人一起用餐的话,他会更安心尝试那些不熟悉的食物,这样能够减少孩子偏食的情况。